腾讯体育10月6日训今晚,2018赛季中超连赛第25轮继续进行,重庆四位坐镇主场领导一不敌上海参花,下班场花林制造了一粒点球,并操刀命中。 此后,朱建荣还有一记世界锅被邓小飞去之门外,比赛交点重庆主场仍被不胜生花魔咒笼罩,此一输给生花后,重庆仍无法打破中超主场不胜生花的魔咒,生花两连胜。 本场比赛课场战胜重庆后,生花取得了两连胜,这是他们本赛季第二次取得连胜。 连赛初期生花曾完成了一次三连胜,生花结束课场十轮不胜,此一课长战胜重庆后,生花结束了本赛季中超最长的连续时场课场不胜和尴尬记录。 精彩规放第二分钟,贝尔南多中圈拿球长驱直入交给卡尔德克,后者侧身护球脚后跟妙传,贝尔南多杀入进去小角度进射,球被李萨封里扑出。 第八分钟,贾尔德克才与生花两连终未争顶时,顶到了立胜的头部,立胜倒地不起,好在问题不大。 第十一分钟,莫雷诺在中圈湖从侧后帮产党的彭先利,主裁派马宁判罚莫雷诺犯规,莫雷诺上前跟马宁解释了一下。 第十四分钟,贝尔南迪尼奥高速突破过掉了莫雷诺,被上抢的刘若凡放倒在等,马宁向刘若凡出示了一张黄牌。 第十一分钟,邓小飞大脚将球开到前场,贾尔德克投球后蹭,逢进进去前挑球过掉朱城之后即将形成单刀,立胜出即将球没收。 第十五分钟,贝尔南迪尼奥穿搭过掉爱迪,背后者方倒在等,重庆获得前场左侧刃一球,贝尔南迪将球掉入禁区,扣点的卡尔德克高高跃起,在爱迪的干扰下,完成了一次威胁不大的投球轰门,爱迪正顶时腰部,贝尔德克西盖领了一下,倒地不起。 经过处理后爱迪重新回到场上,第二十九分钟,神花前场任意球开出,曹云定左侧突破,被重庆后卫防下后犯规,主裁判马明探挂犯规,在马明明少的同时,孙世林又完成了一角射门,击中了彭心力,引起了重庆球员的不满。 一分钟后,百家却在左路踢倒了冯镜,吃到了一张黄牌。 第三十三分钟,光林在中场协防贝尔南多时,踢到了小摩托的后大腿上,马明判罚光林犯规并向其出示了一张黄牌,犯规后光林双手核实,向马明解释。 第三十七分钟,彭心力与队友加防曹云,定时有一个拉带球衣的动作,马明判罚彭心力反规并出示了黄牌,彭心力对马明怒吼,示意自己没有犯规。 第四十五分钟,贝尔南多进区湖顶转身大门,球打在身旁后卫腿上稍稍变现在门前弹地,立帅抱球脱手,耗贼第二反应够快,抢先抱住皮球。 第四十九分钟,光林又侧进区内胸部停球抹过刘勒时,背后者拉倒在道,马明过断判罚点球,并向刘勒出示了一张黄牌,光林亲自操刀主罚。 骗过了邓小飞,将点球打入球门右下角,申华客场一比零取得领先,刘勒拉人发规光,林主罚命中第五十二分钟,贝尔南迪尼奥左侧面对两人的防守,哪些到进区前起脚竞射,球偏门而出,第六十一分钟,艾迪在后场上抢时动作过大,放倒了贝尔南迪尼奥,吃到一张黄牌。 第六十五分钟,神花打出快速反击,刘若敢将球挑给前场的朱建荣,扣着停球后左脚直接外脚被抽射,球划处一道弧线直奔球门而去,朱建荣已经准备开始庆祝,不过后退中的邓小飞神勇,得将球突出衡量。 主帅吴京贵在场边微笑着为队员鼓掌,第八十二分钟,贝尔南迪尼奥左路突破被艾迪拉倒,重庆获得左侧进区外任一球,贝尔南迪尼奥低评球送到门前,唐家树前点脚后跟射门,力帅倒得稳稳加球抱住。 第八十七分钟,腾西立中路突破,被替补高低上场放倒在地,重庆在针对球门二十二米处,获得一力阵律球,贝尔南迪尼奥左脚弧线球绕过人墙后高出衡量。 最终,申华客场一比零战胜重庆,攻与双方阵容重庆思维,门将一邓小飞,后来十九,唐家树,二十六元敏城U23,二立方第七十三分钟九流宇,中场二十六乐四十九黄牌第七十三分钟二十四流卫东,八丁杰,十鹏心律三十七黄牌,七逢进,前锋三十二贝尔南多,二十七,贾尔南多。 德克,三十贝尔南迪尼奥奥,替补,十七随伟杰,六征操,九流宇,三叶冲耀,U23,十六王雷城,二十三陈雷,二十四流卫东,上海鲜花,门将,二十七李帅,后来,二十三百家眷三十黄牌,五朱晨杰U23,六,立鹏,三十二爱迪六十一黄牌,后要,三十七孙世林,三光林三十三黄牌, 中场,二十八曹云定,十,莫雷洛,三十六,刘若凡,U23,四黄牌,前锋,十五周剑容,第六十九分钟,十八高低,替补,二十二球胜九,三,立剑斌,十一,罗梅罗,十六李俊秋,十八高低,二十四永浩,三十九重镇U23。 一千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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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千